看到宝贝儿子命危 王妈妈整个人贪乱 坐在轮椅上悲痛欲绝 入围会议 核准 核准15天 经过将近10个小时的抢救 家属最后同意放弃治疗 王妈妈和弟弟接获消息 立刻来台见她最后一面 29号上午9点48分 一名大陆选手 参加铁人三项自行车比赛时 疑似不熟路况 大轴弯时车速过快 冲撞路边民宅 经抢救后 仍宣告不至 自行车车底几乎快要解体 前后车轮严重扭曲 撞成一团废铁 临界残骸散落一地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多猛烈 当时陆籍选手 就是在这个大弯处 撞上一旁的民宅 路中间有防撞条 路边也有指示牌引导方向 街坊在路口指挥 失忆选手正确的路线 做怕意外再度发生 我们从河县教育处 也跟不管是陆委会 还是移民署那边 全力在协处 希望家属今天能够赶到医院 来看到他们自己的家人 来自29个国家 近700名的选手 为了争取夏威夷 铁人世界锦标赛的 35个名额 选手们进行游泳 自行车和路跑 逼向赛目 没想到证明 来自大陆的选手 在进行自行车项目时 不慎发生意外 最后人回天乏树 记者言语龙 黄月涵 澎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